我就拿到個人生第二張合照 要多謝古巨基先生 很感謝他 之前我在香港《英開演唱會》 他也來了幫我做嘉賓 對我而言非常之大 參加完這比賽 我就以為自己 咦?我的夢想? 難道不是做歌手? 我啊 兩倍啊,肥妹啊 那時候覺得不可能 但我覺得夢想一定要嘗試 一定要堅持 於是,我以為參加完比賽 有人簽我做歌手 怎料沒有人簽 不要緊 我自己做的理領 寫完自己的東西 寄了在三十間不同的唱片公司 分別是香港、內地、台灣 寫下新加坡、菲律賓、泰國 如果有人叫我唱泰文,我也願意 三十份寄了出去 你猜有多少個回覆呢? 有多少個啊? 有多少個啊? 一個都沒有? 不會那麼慘的 有一個 那好吧 去到有一個也好啊 你去見公三十運 有一個見你也好過沒有 去到一間國際公司 他見到我就說 嗯,你啊 是唱得挺好的 不過你知道吧 你知道甚麼呢? 他想說你啊 有沒有那些模特兒的身材 有沒有這個天使的面孔 你回家吧 不要發夢啊 哇,做歌手而已 又要模特兒身材 又要天使面孔 這麼難 那時呢 我很不開心 自信心打落地下 那時最開心是誰呢? 最開心是我的媽媽 因為媽媽最不想我做歌手 媽媽最想我談不成 但是我都很放棄 依然每天都在練歌 不停地找人簽 看看有沒有人簽我 最後你猜是誰 幫我找到這間唱片公司呢? 竟然是我媽媽 我媽媽就拿了我一份的履歷 給了一個升級的髮型師Billion 然後給了金黃成 然後就給了我第一間 唱片公司的老闆 羅傑成先生BMA 那我就簽了作歌手 Yeah Yeah 簽了是不是想立即可以出歌了 誰知簽了之後 要等了兩三年時間 那跟自己說不要緊 那些時間不等待 就去裝備自己 那才去做什麼? 減肥吧 兩倍減成半倍半 是不是? 然後就學彈琴結他 不夠學習手機 然後就寫很多歌 然後由一把黃飛的聲音 就要練到一把關心人的聲音 這些等待是沒有發揮的 因為兩年多之後 我真的推出了我們一張專輯 一推出的時候 很受歡迎 人氣非常好 大家都很肯定 唱歌 然後短短在兩年之間 可以推出了四張唱片 還可以作為一個新人 兩年間的新人 可以在2004年 在紅磡體育館 開我們一個個人演唱會 在萬人面前唱歌 當時覺得夢想成真就是這些 很開心 我以為我的事業 是否應該就這樣 就平暴清雲 誰知道我沒有 我去完演唱會之後 很不幸運 很多不幸的事件 令我的事業沒有平暴清雲 反而是一落千丈 短短在半年之間 有一個紅磡的歌手 慢慢沒工作 要去到內地酒吧 唱一些酒吧 show 我一直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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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為何會這樣 天堂地獄的分別 為何會這樣 我不是一個學本的歌手嗎 慢慢地 連這些酒吧 show 都不能做 因為慢慢你沒人氣 我最記得你是誰 慢慢地我成為一個失業的歌手 失業的歌手是怎樣 坐在家裡 每天都坐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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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家裡哭 哭完希望第二天 有人找我工作 有人找我唱歌 但每天哭完 都沒有人找我工作 都沒有人找我唱歌 那一刻是人生最黑暗 最恐怖的時間 我很感謝我媽媽 如果不是我媽媽的支持 她沒有說一句難聽的話 她反而會跟我說 女人不要緊 但是你不要唱歌 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 我媽媽今天都來了 可以借你給我媽媽掌聲嗎 家人的說話是很重要 家人一句支持的說話 是可以勝過外面 所有很難聽的說話 一句說話就可以 讓你有勇敢的心 走出去 我很感激有我這個信仰 如果我為一個基督徒 可能在我最黑暗的日子 我會亂來 可能我會自殺 我會借走消瘦 我會很消極地去面對 但我沒有 因為神的愛 鼓勵我 每天祈禱 第二天就好一點 繼續祈禱 我多得力量 他們在這段時間 也有天使 給我認識了一群 義工 一間福音的歌手 他來找我 他說 森妍 你沒事做 不如這樣吧 跟我們出去做義工吧 我心想 好吧 好過坐在家裡 就像廢人一樣沒用 我便開始跟他們做義工 去醫院 去監獄 去第三世界 去內地探望一些殘疾 被遺棄的孤兒 去社區 去學校 去教會 周圍去分享 去分享愛 我以為是我幫他們 其實是他們每一個 被我幫的朋友 鼓勵我站在身上 告訴我 其實我不是沒用的 就算我覺得自己多沒用 我都有能力去幫人 我都有能力去愛 我們聽這樣的時間 維持了三年那麼久 三年之後 終於人讓我唱一首歌 終於可以再出一點 但我都沒有停 繼續做這些義工 繼續去分享 由2004年 一直做 做到現在11年的時間 很感恩 得到社會的肯定 讓我成為第一個藝人 做義工 做到拿獎 拿了這個香港第四屆 結出義工獎 然後同時成為 2012年香港十大結出青年 今年 政府批了我 這是炎量生命的慈善基金 特別是幫助一些年青人 做歌手 做到我可以做到歌手 夢想成真之後 我又跌 我以為我從此就沒得再唱歌 我以為從此我就要轉行 但你知不知道 我從2004年到現在11年 你猜我還再推出多了多少張專輯 我再推出多了15張專輯 還有開多了七個演唱會 我再推出多了七個演唱會 人生很奇妙 每個人的人生都不同 經歷的事都不同 但是我只能告訴你 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不要讓世界影響你 我很感恩 有這一份的愛 原來我是透過什麼 找回自己呢 我透過去分享愛 這首歌 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首改變了人生主念念的一首歌 它說到上帝的愛 是無條件 耶穌很愛我們每一個 當時 2004年我第一次做義工 我就是要去分享唱這首歌 當時他說 你去到這個音樂營 去跟一千個年青人分享 鼓勵他們做音樂 我當時覺得很諷刺 我自己都失言 我自己都甘著放棄唱歌 我什麼能力去鼓勵他們呢 但當我站在台上唱 誰人受痛苦 被懸掛在木頭 至高的愛 盡見於刺穿的手 我流眼淚 然後台後面一千人的青人 他們都一起流眼淚 那一刻 我發現 原來我做歌手 不是只為了金錢 和明理有多紅 而是你的恩賜 你的本事 你有多成功 你是否去分享 有沒有將愛和希望 帶到給其他人 有需要的人呢 我找到了 我做歌手的意義 不是只為這人 今天關心而做起 這個台唱歌給你們聽 我要值得感恩 我要很珍惜 我都很希望你都能夠一樣 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因為我不知道你現在 心裏面經歷著甚麼的難處 可能有很多的壓力 很多的憂傷 但你可以像我一樣 跟上帝的吐告 他一定會聽你的吐告 我一個吐告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相信你們都一樣 這首歌很有意思 上帝無條件的愛 祝福你們愛是不滿 祝福你們愛的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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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梦得主情擦意 足够